欢迎大家回到我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 of Mathematics, A-level of Mathematics, A-level of Mathematics. 我们今行会继续讲4.4节Summary Exercise. 上一堂大家有留意我们讲了Exercise 1. 今堂我们继续讲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 大家一起拿一张字出来,我们一起练习一下。 第二条是一条考试题 我意思就是当我们的Explanetive识出去,我们就会有X2和X的Terms, 所以我们的Coefficient是-6,而X2的Coefficient是27,我们要找A和B, 接着我们找Explanetive识题的Coefficient是多少, 然后我们要State X的Value,令到那个Explanetive是Valid的。 A的部分就是1加比Ax的B次方。 如果我们展示出来,我们就会让N是等于B, 而让X是等于Ax, 我们就可以展示这条式出来。 这条式展示出来,我们就会有1加比B乘Ax, Ax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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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再加比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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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2, 也就是等于1加比Ax的Ax, 加比A2-B2-Ax2, 我们是知道X是-6, 所以我们就知道A B等于-6, 而A是等于-6除比B, 我們將A等於負6除比B放入這條式裏面 所以A square B square減B除比2是等於27 當我們兩邊都乘比2的話 就是A square B square減B是等於54 A其實是等於負6除比B的 所以我們代入負6除比B的Square 乘比B square減B是等於54 36除比B square乘比B square減B是等於54 接著這個乘比36除比B是等於54 兩邊都乘比B 我們就會有36個B減36是等於54個B 把36的B放到左邊 就是54減36的B是等於負36 54減36即是18 18的B是等於負36 B是等於負2 也就是說這條式就是1加比Ax的負2次方 我們現在找回A 找回A的時候 我們將B等於負2 是代入這裡 我們知道A是等於負6除負2 也就是等於3 我們成功地找到A part的答案就是A等於3 B等於負2 B part的答案 我們找個Coefficient of x 的3次方 Coefficient of x 的3次方 基本上就是我們放回剛才那條的Expression 我們繼續回剛才的Expression 這個Coefficient of x 的3次方 Coefficient of x 的3次方 所以Coefficient of x 的3次方 就是B乘比B-1 乘比B-2 乘比A的3次方 除比6 將B等於負2 A等於3 代入這條式裏面 所以是負2 乘比3 乘比4 除比6 這個約了6 沒有了 剩下負4 A就是3的3次方 即是27 所以是等於27乘比負4 27乘比負4 等於負108 這個就是B part的答案 而C part呢 我們就留意一個Range 因為我們有個Expression 是1加比3x 乘比2次方 The range of x in 1加比3x 乘比2次方 就是Mondress of 3x 是小於1 Mondress of x 就會是小於1 over 3 這個Value 就是令整個Expansion才是Valid的 第三條也是考試題 so that if x is sufficiently small then 3 over square 4 plus x can be approximately by the expansion like this 這條我們的做法 就是第一件事我們要做的 就是將這塊東西 將它Expand出來先 我們Expand出來 就是等於3 乘比4加x的負2分之1 然後就是等於3 乘比4的負2分之1 乘比1加比x除4的負2分之1 就是1 over 4的 square root 就是1 over 2 所以是等於3除比2 然後乘比1加x除4的負2分之1 我們let n是等於負2分之1 而x是等於x除4 我Expand出來 將2分3寫在左邊 接著這個就是1加比負2分之1 然後x除4 再加比負2分之1 負2分之3 記住1除比2的factorial 乘比x除4的二次方 因為我們只能去到二次方的數 所以就到這裡為止 所以等於3除2 這個是1 減比x除8 接著再加又是減 負負得正 所以這個是加 這個就是4的二次方 16 16乘2乘2乘2 即是16乘8 3x2除128 將2分之3乘進去 我們就是2分之3 減比3x除16 再加比3三歸9 這個是2乘1 200就是256 就是9x2除256 我們證明了這個expansion 也就是上高等於這個 我們要證明了這個 sufficiently small of x 才可以代入 那x的範圍是多少呢 the range of x in 3 over 4 加 x is mondus of x 除4 是小於1 所以mondus of x 是小於4 基本上如果mondus of x 是小於4 由-4至4之間 而x的value是很小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可以拿這個expansion 是當作這個式去使用的 第四條就比較長一點 我們有一個function of x gx 就是39x加12除比 x加1 x加4 和x減8 mondus of x 小於1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form 我們將它變成這個form abc 也就是我們做partial fraction find the values of a,b and c 做於partial fraction 我們便知道 the value of a,b和 c hands of otherwise find the series expansion of gx in ascending power of x up to the including x square 我們只是去到x square的 term simplify each term 然後simplify 我們首先做a part partial fraction a就是39x加12 除比x加1 x加4 x加4 和x減8 是等於a x加1 加比b x加4 和加比c x減8 全部將它的整體 通分母 通分母 分子等於分子等於分子分母 分子等於分子分母 分子分母 分母等於分母,我們將它成入,即是39個x加12,是等於A,x加4,x減8,加倍B,x加1,x減8,加倍C,x加1,x加4 首先我們讓x是等於-1,當x等於-1,這個代表不見了,這個代表也不見了,就剩下這兩個代表 x等於-1,就是-39加12,這個-1的話是3,A乘比3,這個-1的話就是-9 我們就會有-27A,是等於39-12,即是-27A,就是-27A,就是等於1 我們可以計算到A的代表是等於1的 我們用回這條式,不過我們這次的代表,x是等於8 當x等於8,這個代表不見了,這個代表不見了,只剩下C代表 x等於8,就是39乘8加12,是等於C乘9,8乘12 9乘12就是108個C,39乘8就是312加12,所以108個C等於324 c等於4,c等於3,最後我們就等於x,是等於-4 x等於-4,這個代表不見了,這個代表也不見了,就剩下這個 所以我們就會有39乘4加12,是等於b,這裡是-3,這裡是-12 -3乘12,即是36個b,39乘4就是-156加12,所以36個b是等於144,b等於-4 所以我們找到a等於1,b等於-4,c等於3 剛才我們把這個功能做了pustle fraction,即是等於fx fx等於ax-bx加cx,我們當這塊是ax,這個bx,這個cx a就是這個,然後做expansion,就變成1-x加x2 bx就是4除比x加4,expansion之後就1-x除4加比x2除16 cx就是等於3除比x-8,expansion出來之後就是-3over8加比3x除64 減給3x2除比512,我們可以把fx寫成第一條式減第二條式減第三條式 這個是減,這個是加1,減1加這個,即是-3over8 Coefficient of x就是-1,減1加4分1,再加這個,即是-3除64x 跟以coefficient of x2,這個是加,所以是1,減這個,即是-1over16,加這個,即是-3over512x 就是-2次方 1-1沒有了,就會是-3over8,然後加這個 這個我們將通份母,這個64,所以-64 這個4乘16就是64,即是加16加3 就是over64x 將這個通份母512,這個就會是512 然後減給16乘32,然後減給16乘32,就是512,所以是減給32 減3over512x 二次方,也就是等於-3over8加給-45over64x 再加477 over 512 x 二次方 就是-3 over 8 减45 除64 x 加477 除512 x² 这个应该没得弱 没得弱就是我们保持这个式 大家要留意 虽然我计算出答案 不过你一定要查看答案是否正符号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正符号 我有时候很大意 就是一个正变了一个符 整个答案都会错 当然考试的时候也会计算你这些step的分数 有时间的话 你就用X等于0.01 就代入这一条expansion 以及代入原本的功能 看看相差有多大 如果相差是相当少的 0.5%的或者0.5%以下的 你就知道应该是没错的了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adjusts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青湯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 6592860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 mathematics和英文是更加好的话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 Muchas